首次參加女甲的永慶高中 首次參加女甲的永慶高中 成績雖然不盡理想 但在足球不盛行的嘉義地區 永慶高中對足球總有一份自我的堅持 我們嘉義現在大概都是以棒球為主 但是我們那邊沒有棒球 那這個校長是新的校長 他比較支持軟式網球跟足球 那女子足球 嘉義縣其實比較傳統的體育發展項目 大概都是角力柔道 那很難得嘉義縣願意用這麼好的明星學校 來栽培這些女子足球的選手 原本是以男子足球為主 但在現任校長大力支持下 女子足球對永慶高中而言 已經是相當特別的一種存在 十幾年前我們還是都以男子足球為第一考量 沒有在推女子足球 那之前我們在全國運動會 還是都是在二三四名 都是在二三四名徘徊 所以我們這一批退下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專心於女子的一個 就有機會 有機會因緣之下 就是我們嘉義縣的總幹事李永山 他就是在國小當校長的時候 他去訓練了第一批女子的打七人式的 我們是全國冠軍 所以我們就一直想說有這一批為底子 就慢慢地一直成軍一直上 有了學校的支持 許多球員也願意回到家鄉念書 劉雅淳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國小畢業的時候我到高雄去就讀 後來也是因為想要回來自己的家鄉打拼 所以才會又轉回到嘉義 回來自己家鄉打拼 因為到外縣市就是比較陌生又不熟悉 所以我們就是又回來自己的家鄉 後凱強教練表示 這兩年是永慶高中的黃金世代 首次參加女甲聯賽 台體教練呂桂花成了推一波助籃的推手之一 其實這也是在台體呂桂花呂教練的一個協助幫忙 就是說協助幫忙之下 他是希望這些選手有潛力的話 那就是要讓他們台灣因為球隊少 那希望有藉由這個比賽來多做一些磨練 蘋果前執行長賈伯斯說過 你必須找到你喜愛的東西 從永慶高中的球員眼中 似乎有那麼一點感覺 聽滷球的時候興趣 就是跟大家一起講看事情 因為喜歡滷球才會這樣 就是因為喜歡 真心喜歡 才有熱情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